不是吧 生徒长这样 还有人说普 可是做计划之都觉得香香软软 男女生虽然五官量感偏小 但才软组织丰富养 一味羞是骨香 反而会磨掉辨识度 哭如把好皮像的优势 拉到极致 营造原神感氛围 我在这吭哧吭哧 露丝旅景 结果人家 素颜脸蛋就能分扑扑 跟她学吃饭喝水做运动 啄气一拍 脸干净了 还透着小红鱼 笑起来名思谁都不说 服装上多穿美女色的衣服 你看露色的丝服 基本上都是低饱和度的 墨兰迪色系 就跟在面前放了个反光板一样 却能人更加肤白貌美 适当的露幅度 尤其是肩颈线条 显瘦的同时 还能增加一丝点到为止的小心感 每日气色不太好的姐妹 可以用略带光泽感的粉底 营造白嫩透亮的麻绳好皮 全部就靠增加锐脚线条 来提升精致度 每位修件砸毛修干净 划出眉风转折 增加面部折叠度 中情长的姐妹 还可以用浅色软眉膏 下衣视觉中心 缩短中体 眼线平拉处 再用扁刷 沾去深棕色眼影 再下眼往后三分之一处 让一个眼浅下至 减少眼睛到涅部的留白 不要厚重的假睫毛 睫毛夹翘 刷得根根分明 看起来就轻盈又灵动 这个思路 营梦里也想一块去了 阿梅尔用的美粉丝 虽然显巴 但有种人类脸上 长不出的人造感 暖掉的蜜桃色撒红 更贴肤自然 哎呦我的天 很少在面中减少留白 最后再涂个嘴巴子 想不到我这张老脸 很嫩妹的一天 健康旺盛的长发 是美女感的加分利器 大卷增加曲线感 更有女人味 不思天生发量往整 咱秃头女孩 就借助一下物理外挂 上层头发拨过来 把半截垫发片 夹在眼睛鼻子的延长线上 耳朵上方的位置 夹的时候 记得要夹到发缝里 这样才对发根有个支撑作用 嘿再把顶层的头发放下来 这次是不是立刻 头包脸显脸小了 最后路斯的灵魂 就是她满满的元气感 光是看到她的笑容 心情都会变好 想要怎么拍出 路斯同款感染力照片的话 点赞告诉我